日用天良,月年,上年期第27週星期一,玫瑰聖母,紀念。 中途大事錄,一章十二至十四節。 那時,中途從名叫橄欖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 這山離耶路撒冷不遠,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他們進了城,就像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 在那裏有伯多禄、若芒、雅各伯、安德勒、斐利伯、多蜜、 巴爾多禄謀、馬鬥、阿爾匪的兒子雅各伯, 已成這西滿及雅各伯的兄弟尤達。 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他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地尊募祈禱。 答唱榮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五十五節。 我的靈魂眾揚上主,我的心神寬約於天主,我的救主, 因為他誰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清我有福,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聖的, 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賜予敬為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 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 他曾使飢餓者飽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人詞,輔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 《盧家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節。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比額以奉天主差遣, 《王家里勒雅一座名叫納習勒的成去》, 到一位同精女那類,他已與達美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失的男子定了分, 同精女的名字叫馬尼亞。 天使盡去向他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 在女人中你是蒙足福的。 他卻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 天使對他說,馬尼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重行。 看,你將懷人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美的御助賜給他。 他要為皇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終結。 馬尼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 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使答覆他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備任你, 因此,哪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 且看,你的親戚伊撒伯爾,他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 本月已六個月了,他原是掃清不生欲的, 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 馬尼亞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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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